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空中纜車又稱為鎖道、吊車、流動纜車 在日本每年約5億多人使用2500多個大大小小的空中纜車 雖然大多數的時間纜車都是拿來當成交通工具 比方說滑雪場的纜車 但有很多知名觀光景點的纜車的搭乘過程 以及到達的景點都非常的精彩 我們這次影片就來介紹給大家吧 韓館是位於北海道的南邊 人口約有25萬人 因為開港通商所以充滿了歐風氣息 園丁和紅磚倉庫都有城市必訪景點 武林國的特色新型城池讓人驚豔 海鮮、湯咖喱、以及小丑漢堡都是必吃美食 但最令人陶醉的莫過於韓館山的夜景 纜車山路站位於韓館路面電車十字街 大約走入十分鐘的地方 交通非常的方便 因為知名又方便 週末放假的時候非常多人使用纜車 買一張來回票1500日圓 然後登上可以搭乘一般25人的五代木纜車 利用秒速7公尺 大概三分鐘就可以到達海拔334公尺的山頂 如果你運氣好可以站在窗邊的位置 看美美的夜景 園丁的歐式建築越來越小 寒管灣跟清清海峽的海景越來越廣闊 到了山頂展望台就是欣賞美景的時候啦 這裡的夜景被米其林綠色指南評為三顆星的最高分 也是日本三大夜景之一 兩旁的海灣襯托中間燈光 看起來就像是銀河一樣 看完夜景我們就搭乱車下去吧 深仙峽有幾個很微的稱號 日本第一峽谷 平城白景第二名 日本遺產 一路用散步的方式可以觀察到幾個景點 比方說花崗岩風化水石而成的絕緣風 落差30公尺的鮮額瀑布 各種不同的奇言怪石 如果想要登高望遠的話 可以搭乘生仙峽Ropeway 來為票價1300日元 我們所搭乘的纜車 是1988年完成的二代目 看起來有點懷舊感 最多可以搭乘46個人 從鮮額龍站到Panorama台 總共約一公里的長度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到達標高1058公尺的山頂 一路看著周邊的高山 越往上可以越望遠 真的絕景 到達山頂之後 我們看一下遠方的能泉湖 往富士山搖擺鎖的地方欣賞富士山的景色 也可以到巴雲神社求個姻緣 最後我們走到展望台 看賈福盆地跟白沙山 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吧 離開Panorama台 我們最後再一次欣賞藍車上的景色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